接下來我們要討論一個課本沒有的問題 台灣是一個缺捨的地方 這個表格裡面有每個地方的年降雨量 有陸地面積、人口數量、然後一些分法 這要看不太懂,把它畫成圖表 畫成一個圖 這又是全世界的降雨量 世界的平均降雨量大概800多公里 南美很多有1648公里 台灣超級多2500公里 所以我們的年降雨量大概是世界降雨量的三倍 三倍 可是有個小問題 降雨量是下下來的雨水有多高? 那下降雨要怎麼樣? 還要存面積嘛 面積成以高才叫做體積啊 才是那個水量 還有啊 要除以人數啊 那才會怎樣? 是每個人能夠分到的水嘛 對不對? 那我台灣地很小、人很多 水一除完之後呢 就變成這樣 全世界平均大家可以分到4.6杯 四杯半的水 亞洲兩杯2.6、歐洲3.6、北美8.3 南美哇QBO可以分24.1杯 然後呢 非洲那個感覺經常到漢災的非洲 每個都分到8.3杯 台灣人分一杯 台灣人分一杯 台灣人 台灣人 能夠分到水量之後 世界水準的 四分之一不到 四分之一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雖然下雨下很多 可是我們地方很小 人很多 所以我們很缺水 所以我們的水其實是非常怎樣? 少人 所以雖然你感覺台灣沒事就在鬧水災啊 這個又有個水災啊 那邊又有個水災啊 可是台灣非常的缺水 台灣是一個缺水的地方 而且再來是樂觀估計 那什麼叫樂觀估計啊? 因為老天爺下來的雨水 有沒有全部留給我們? 沒有啊 地裡超過台灣三高水級有沒有? 下來以後坡度抖流速快就奔流大海 不復回啊 沒有留給你啊 就跑掉了 沒有留下來給你啊 跑掉沒有了 還有蒸發什麼之類的 沒有算 所以那個一還是樂 那是從降雨量來算 那一還是樂觀估計啊 你分不到一的 你分不到一的 跑掉了 跑掉了沒有了 所以台灣事實上是一個什麼? 缺水的地方 就是我們說一杯別人喝四杯吧 就是這樣意思 就是我只有一瓶水可以用 然後你還有四瓶水可以用 好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還有就是你們地裡也教過的 台灣有那種雨量分目 尤其是南部 有那種雨量分目不均的問題 有乾淨跟雨氣嘛對不對 乾淨跟雨氣 雨量分目不均 又會容易造成所謂的缺水的問題 所以台灣呢 是這個有按照世界標準看 當一個地方的大家 供水量在1000噸到2000噸之間 我們就列為這是缺水的地區 台灣那是1000噸 所以台灣屬於什麼?缺水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告訴你 雖然你覺得台灣沒事就在鬧水災 但是台灣是一個缺水的地方 台灣是一個缺水的地方 那怎麼辦呢? 沒有水嗎?兩招 一招叫開圓 一招叫截流 開圓很麻煩 開圓就是要老天爺下雨啊 那問題是現在也沒有什麼人造與好的技術啊 而且要看老天爺賞不賞你 他的條件要配合 所以開圓很困難 開圓很困難就怎麼辦? 想辦法截流 第一個方法就是蓋水庫 蓋水庫 然後把那個水存下來 那第二就是抽地下水 可是這兩個呢都有一些問題 開始蓋水庫就要淹沒一大片 全部泡在水裡面全毀了 都沒有啊 像那個老共蓋三峽大壩 那一蓋起來要千里百萬人離開 因為從來被淹沒在裡面 還把一些古蹟都埋在水裡面 都在也看不到 所以呢 然後呢 所以蓋水庫有生態的 台灣最盡量蓋的水庫 都被華保人士反對啦 蓋個湖山水庫說那是巴色鳥 其他人要蓋了 他又說要做什麼計畫 讓那巴色鳥可以活得很快樂 然後呢 那時候是巴色鳥星其地啦 要蓋個美濃水庫 說那邊是黃蝶翠谷啦 會把那個蝴蝶就沒地方去了 好 那麼本來呢 就是受到環保人士的反對 所以蓋水庫呢 有生態環保的問題 那麼抽地下水後面會交 會有地層下線的問題 所以這都不太好 那如果這一針都不能用 這怎麼辦 就少用一點 少用一點 節約使用 所以這兩個神水標章 學測考過這一題喔 學測考過畫四個標章 問你誰是誰喔 懂得懂嗎 畫四個標章 問你誰是環保標章 誰是什麼標章 這學測考過這一題喔 這是神水標章 我們萊雅國中的水龍頭 大部分都是神水龍頭 所以打開這個之後 只有那個滋滋哼有一點水 很少這個會直接流的 上次學測一個語言說 這個水龍頭壞掉了 不是 那個是神水龍頭 打開以後正常 一鼓一下 那就是平常的水龍頭 大家都是這樣吃 打開來講都是神水龍頭 神水 結神水 神水標章 請大家購買具有神水標章的產品 然後節約用水 因為台灣是一個缺水的地方 雖然你覺得台灣每一次都在跟我鬧水災 但是它還是一個缺水的地方 這一點請注意 OK 很好 請起來課堂練習